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viktok 随着比特币突破自己的历史新高 以及比特币减半周期的临近 我们看到最近整个比特币生态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了 我在之前有专门做过一些视频 跟大家全面分享了整个比特币生态中的热点和优质项目 那么其实整个比特币生态大类无外乎分为三个大的部分 第一个是比特币Layer2 然后是比特币的这些应用层的项目 还有就是像明文符文等比特币的一些资产发行协议 那么其实明文符文之类的已经火过一波了 而接下来我觉得可能热炒的就是整个比特币的Layer2 所以呢 本期视频我将跟大家全面盘点与总结一下 目前市场上所有的比较头部且有热度的一些比特币的Layer2项目 并且跟大家去聊一下我对于这些Layer2的一些看法 以及想跟大家去逐一的做一下相关的这些剖析 那么这些项目有的还没有发币 有的已经发币 所有是一些老项目了 那么有的也可能是大家被定义为所谓的硬蹭这个赛道的一些项目 但是我觉得这些Layer2可能在未来有的真的涨幅都很猛 我觉得目前整个比特币的Layer2生态就非常的像2021年那个时候的以太坊Layer2生态 虽然所有的这些底层应用链都在讲故事说自己的技术好 但最终没准真的能跑出来一个RVTRUMP或者没准真的能跑出来一些OP 而且可能在这些链上会有更多的一些空头给到大家 所以无论是散户还是大户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把目光关注到比特币Layer2生态上面来 请注意本期视频的使用内容去为个人节分享 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 区块链和数字货币投资风险很高 你有可能会损失掉全部的投资本金 如果你感兴趣 请点赞关注本频道 同时还有VIP资讯群 如果你有一对一的外滩资讯需求 或者想要获得一些早期的项目资讯 跟一些财富密码 比如说最近牛市 我们也抓到了好几个非常不错的一些山寨币 那么都欢迎各位桑马富贵家群 我们的价格是500美金一年 所以如果你感兴趣 请各位尽快桑马富贵 首先想跟大家分享的比特币的Layer2生态就是STX了 那么STX对于整个比特币Layer2生态来说 可谓是真正的龙头老大 也是目前为止真的可以使用 并且有用户交互体验的这个产品和项目 可以说STX也是一个比较久远的项目了 那么从比特币开始炒作二层概念就已经开始上线 那么这个项目你也可以在币安上去买到它 其实STX在最近段时间的涨幅也可谓是比较凶 那么其实也是一路上扬 从大概这波牛市启动的时候 零年级来到现在的历史高点 大概是三美金左右 所以STX当之无愧的这个下道的真正龙头 无论是在技术层面 应用层面 生态层面 还有社区层面 STX目前都是做得最好的 所以如果你要选择一个龙头标的 我觉得STX肯定是一个 但对于这样的项目来说 就是由于它之前的涨幅已经很凶了 所以后续还有没有更多的涨幅 个人不太确定 所以第一个STX是强烈的推荐给各位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把目光回到RF上面 其实RF也算是一个跟比特币Layer2 STX算是同时代的一些项目 但确实最近一段时间RF的一个表现也是比较拉胯 而且其实整个比特币二层都在网上启动 但RF无论是从技术迭代 还是自己的社交媒体更新方面都比较的缓慢 所以这个标的目前看起来是基本盘有点不行 虽然也是一个边上的项目 但跟后续的一些项目相比 确实有点相形见处了 那么接下来呢 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梅林这个标的 那么这个标的其实是我个人在后续比较看好的一个新兴的比特币Layer2的项目 那么确实梅林最一段时间可谓是创下了整个质押赛道的新记录 因为它从上线到现在其实还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 但是在上面去质押的各种资产已经超过了35亿美金 虽然梅林接受了很多 例如像B2C420类似这种NFT产品和一些明文系列的产品 但实际上整个梅林单单比特币来看 它已经就要超过了将近有20亿美金 因为这个数据其实是2号的数据 那么现在又一周过去了 那么比特币的价格也是叫2号的时候开始暴涨 所以确实目前梅林里面光比特币的数量应该就有将近20亿美金 那么这个数据真的是完全吊打之前的例如Blast呀 包括Manta呀 还有之前的Puffer等等这些以太坊上的质押L2 所以目前梅林觉得是数据方面最好的 而且从社区的口碑来看 那么目前梅林也是在质押赛道里面事最少的一个项目 基本上就是大家有任何的这种需求 那么团队也都会比较积极的去来修改 比如说之前有大户担心安全性问题 那么其实现在如果你质押的资金超过了大概是300万美金以上 你就可以自己去找他们的项目去聊一个多签的托管 所有的核心的资产的安全性依然还是在大户手里的 所以这个也是从根本上杜绝了一些资产的风险问题 那么除此之外 对于梅林来说 那么最近也有像Blast这样的营销的手段推出 就是第二期的空投积分要比第一期的获得效率快120倍 对吧 也是让自己的口碑非常下滑 但其实梅林走的也是比较好 那么梅林的车队目前已经开放给了500个用户 所以对于梅林来说 目前走的还都是比较强的 但梅林的问题就在于 虽然梅林目前在社区中的热度很高 而且质押了很多的钱 但好像在整个技术开发和技术迭代方面 最近没有听到他们更多的一些讯息 那么其实梅林也是一个一众华语的头部投资机构 来去进行投资的吧 你看叫ABCD 欧坑 包括这边的水滴 以及这个ARK Stream等等 这一系列在比特币生态中 耳熟能详的一些华语VC 也都参与到了这场的投资中 梅林就是社区热度很高 但技术后续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强 但对于这种生活不是那么重要 反而一路去夸自己技术好技术牛的项目 最后可能真的惨遭黑客的毒手 所以我觉得梅林目前的发展 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健康且安全的位置 但大家也是需要注意 就是梅林的质押应该会在三月底的时候结束 然后这个标的应该会在四月份的时候发币 而且其实梅林上也出现了一些土狗 比如说之前的VOYA等等这一系列 所以梅林上面也已经逐步开始了一些致富的效应 所以后续怎么玩 以及对于整个梅林生态 那么整个资金到底有没有安全性问题 以及何时能退出 我们也是边走边看 请大家切记 像梅林这样的玩质押的项目 我只能说它永远不可能有百分百的这种安全性 所以虽然我目前比较看好它 但这个项目如果一旦跑路 也是可以让大家损失十分惨重的 所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那么接下来一个类似于梅林的项目 其实就是B-square了 其实B-square是出现于梅林之前的 那也类似就是这种通过质押 然后你可以去获取到一系列的空头 积分这些标的一些项目 那么其实B-square也是获得了一系列的 这种华语投资机构的投资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就是B-square的一些投资者 跟梅林的投资者有很大的重叠性 而玩法也基本上类似 那么这个标的也是差不多四月份的时候会进行发币 所以跟梅林也是有比较多的一些共通点 那么我个人也是有小小的参与了一点B-square 因为我觉得梅林跟B-square都是可以去玩一玩的 那么对于后续 那么能不能通过这种质押的项目 最终真的获得到空头 我个人其实还不是特别确定的 所以对B-square大家也可以边走边看 基本上跟梅林是有所重叠 那么他俩的关系就非常的像 就是同样的使用了一样技术的在以太坊上的这些layer2 他们只是在比特币上的这种类似layer2而已 所以B-square跟大家分享到这 那么接下来就是baby loan 那么baby loan可谓是目前我所看到的 Binance Labs去来投资和官宣站台的一个比特币layer2 也是目前Binance Labs唯一公开的一个比特币layer2 因为我们看到之前像梅林B-square 都是由OK啊或者是由像Hashkey啊这样的头部华语机构来做的 那么baby loan是一个由币安来做的 所以从各个角度上面来看 那或许baby loan上线币安的概率要比较大 而且确实目前币安上除了像SCXRF这样的比较古老的比特币layer2之外 那也没有全新的一些标的 所以baby loan或许会真的能够成为在整个比特币生态上币安的一个强牌 就是如果我们看到4月份梅林发币B-square发币 那可能baby loan很快也会进行发币的这样一个操作 而且baby loan的这个Cking其实也已经是进行过第一期了 那么他们也是发行了这个pass卡 也就是他们的这个baby loan的pass卡 那么从目前的价格来看 那么这个pass卡的价格也是走出了一个波段行情 前两天最高的时候甚至一度接近200个马蹄 目前是有所回升 目前暂时不确定持有这个pass卡会不会获得后续的一系列的这种空投 但确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baby loan这个标的拥有着币安最强的资源 也是可以说目前币安唯一官宣的比特币layer2 所以在4月份像梅林B-square等等比特币layer2开始争取斗验之后 baby loan的一个表现也是比较值得大家期待 因为还是那句话最终能够登陆到币安的项目 其实已经比其他的项目赢了将近80%了 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标的就是one cat 那么这个项目也是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的 这个标的也可谓是一个非常能蹭的项目 one cat本来说是要做一个比特币的游戏 那么后来他又转做了比特币的二层 而且这个标的也是一个有meme文化的一些标的 而且这个项目也是发行过自己的NFT比特币猫 所以确实one cat是十分能蹭的 one cat也是一个币安强资源导向型的项目 那么这个项目最早的时候是在bk上面进行的这个公售 那么当时他公售的募集到的资金也是超过了1亿美金 创下了在bk上进行launch pad的一个绝对历史新高值 那么从最近一段时间多种都要那些配合来看 那么one cat极有可能跟bk就是同样的团队 而bk是一个已经上线了币安的标的 而且同时bk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会蹭热点和抓热度的一些项目 所以从最近一段时间one cat的一个表现来看 我非常有理由相信one cat最终应该也是有机会去登陆到币安上的 所以呢虽然之前我把one cat去定义为一个比特币生态的应用类的项目 但目前看起来他推出了自己的这个one cat chain 也是要做一条比特币的layer tool 而且one cat也是做了一个积分计划 就是如果你持有one cat的积分 你可以去抽这个叫做iq50的meme token 那么我也会把这个邀请链接放在视频详情里面 如果你使用了我的这个邀请链接 你最终可以去获得到20%的一些积分加速 所以如果你想参与 也可以试一下视频详情里面的邀请链接 对于one cat的我是比较看好的 总之在之前的这一系列的已经发币和没有发币的 比特币layer tool里面 我觉得one cat是一个抓热点最强的项目 那同时呢 这个项目他又是币安的这个强自然导向币 而且他又跟各个不同的热点啊等等去蹭 所以后续可能也是比较的有机会吧 那么接下来去看一下novus这个项目 那也就是最近大家也是在说的这个CKB 其实CKB最近的涨幅一直是很凶 虽然CKB也是一个老项目 novus我记得是在201几年的时候 就在杭州有开始做攻略 那么这个项目一直都是属于在当时技术导向型很强 而且在社区里技术的口碑也很厉害 但是就是不拉盘的一个项目 所以你看到这在币安上 其实也绝对是一个很老的项目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最早的时候上线的一些时间点 对吧 已经来到了2021年 那么那个时候0.044 那么现在0.022 我个人觉得就是突破他的历史性高是绝对有可能的 因为其实你看从他整个的202 2023的一个小熊市中 他差不多是在0.002级 那么现在差不多也是翻了10倍左右 那么社区率对整个CKB也算是褒贬不一 那么有的人说这是老B再来蹭热度 那么有的人说 novus团队之前的RGB plus技术本身就已经非常成熟 而且他们一直都在这个方向上 所以他们转向来做比特币的Layer2应该是非常简单的 而且很多人觉得CKB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洗牌 那么其实也是把桩给换掉了 所以后续的上涨也是比较的有期待 而且确实从最近的一个时间来看 CKB的暴涨一直都是疯狂暴拉 就CKB的桩就是要么不拉 要拉我就直接拉到币安涨幅榜 就一天拉30几40几 然后再开始盘整 所以这个桩的一个说法也是十分凶猛的 更重要的是目前的时间来到了三月的中旬 那么其实在4月6号到8号 香港会进行一年一度的区块链周 所以香港概念币就是会热炒一些中文社区的币 那我觉得CKB也是非常的有几率去蹭上这波的热度的 所以随着比特币Layer2的这个开始火爆 以及后续香港概念的一个火爆 或许CKB在接下来真的有比较多的时间 那么对于这个标的也是希望各位可以保持一下关注 接下来就是Conflex了 那么Conflex是真的目前看起来是在蹭啊 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半官宣的一个状态 都知道Conflex在做自己的比特币的Layer2 而且3月8号的时候 他也是公布了自己跟港元去进行的这种数字性的这种上链结合 那么确实Conflex最近也是有一些涨幅的 但这个涨幅主要跟所谓的比特币Layer2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所以这是一个纯蹭 我就在这里不花更多时间去聊了 不过Conflex4月份香港概念是一定会涨的 因为Conflex可谓是香港龙头概念币 所以也是希望各位对这个标的一定要保持关注 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MeraLayer2 我刚才说了Conflex要做自己的比特币Layer2 那其实这个Mera的Layer2 就是Conflex去投资的一条比特币的Layer2 那么这个标的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而且我个人也是参与了他们的一些节点竞选 那么从这个项目的一些基本盘来看 那么整个MeraLayer2也是有着好几篇的学术论文 来去分享他的这一系列这种技术的 那么这个项目比较厉害的一点是 他不仅获得了Conflex的投资 而且他也获得了UTXO这样的 在比特币社区里面比较OG的基金的支持 所以这个项目应该也是一个资源比较强的项目 那么这个项目又来做整个的节点竞选 所以也是在社区里掀起了一波营销的热度 这个项目目前还比较早期 因为从3月5号左右 他们才开始这个节点竞选 那么后续各种各样的一些玩法还没有正式开启 所以这个项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那么后续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动态 我也会及时跟大家去来同步 那么最后也是本期视频 想跟大家去着重分享 也是下周会比较有机会的一个项目 就是这个TuniaChain 那么这个标的也是一条比特币Layer2 而且他说了 他是结合了ZK以及OP通过Hybrid的方式 去来提升自己性能 而且可以在后续支持 以太坊EM的这么一条比特币的Layer2 那么从技术上 我就不再花更多的时间 跟大家去来分享了 总之站在整个技术层面 我觉得目前整个比特币Layer2 都处于很早期的一些概念 那虽然目前Tunia也说自己 将ZK跟OP通过混合的方式 然后能支持以太坊的这个EVM虚拟机 但这个就要看后续的一些动态了 那么最为关注的是 接下来其实Tunia就要在社区里去进行LBP了 你可以把LBP去理解为荷兰拍 那么这里有一个具体的时间 他们会在12号UTC时间1点 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9点去开启 那么会在17号的时候去结束 个人觉得这个LBP如果有机会 或者是如果能抢到额度 是一定要去参与一下的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目前整个Tunia项目的整个技术 还有在社区中的热度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这个项目 我记得在2月底就有人跟我去来聊到 而且有人跟我去来介绍 让我去看一下他的一些底层的东西 或者在做的什么东西 而且其实这个标的 他也不止只是在讲我技术厉害 或者是像Mira一样去给几个论文就来去聊 而是真的在后面有去部署 这一系列的一些应用 比如说他们在这里会推出稳定币 那么也会基于TiA 去来做模块化的后续的这种管理 同样的我个人觉得 这个标的其实也是获得了比较头部 比如说像ARK Stream这样的一些资本的投资的 所以对这个标的 我个人建议如果有机会能抢到额度 是一定要冲一下的 因为我刚才说的第一点 其实是这个项目的基本盘 就是社区热度比较OK 而且整个的技术概念比较新颖 并且也要去布局一些自己的生态的建设 那么第二点就是 目前整个比特币Layer 2的概念是十分火爆的 而我们知道散户想要在其中赚钱 你赚的95%以上的钱 其实都是风谋钱 也就是大家对于某一个赛道的轮动 去来花钱 而目前我们看到STX等等 这些标的为什么就在币安上涨不动呢 其实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项目已经涨太多了 那么新人会觉得 我就不想再去接盘了 他已经涨了那么多了 有的人可能已经拿了好几倍了 他可能也是倾向于出货 那么像梅林啊 贝贝弄啊 以及像B-square 包括像one cat这样的标的 又处于很早期 有的甚至都没发币 所以也疯了不起来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其实市场上是缺少一个 对于比特币Layer 2的一个投资准向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 突纳的横空出市 确实是弥补了目前的一个市场 所以呢 我个人觉得就3月12号 虽然这个时间选的有点不太好 对吧 312 那么2020年的312 是有了一波疯狂暴跌 只要312整个市场能够稳住 我觉得突纳后续的一个涨幅 以及突纳LBP的一个收益 应该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来关注的 那么我看到 他们的这个中文区负责任 也会参与一些AMA的活动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呢 那么我也希望各位可以去来看一下 呃 总之站在我个人的角度吧 我会觉得呃 突纳这个项目 其实是弥补了目前市场的一些空白的 而且我感觉这个LBP应该会在很快的时间就打满 所以建议大家 如果你要冲的话 请你尽早 但是你要参加LBP 也要去理解一下LBP的这个运作规则 就是LBP是如果你冲的钱特业多 比如说在刚刚开盘的时候 你就冲了很多钱进去 那会拉高你的整体的成本价 反而如果时间越慢 LBP进行的越慢 那个这个价格反而会比较稳定 但这个就是我在这说 让大家去缓慢的冲没用 如果有人真的风口起来 一上来就把额度打满 价格拉到天上去 这个也是不好说的 所以对于突纳来说 个人觉得在下周一定要去参与一下 特别是在目前整个比特币L2 大家都在布局 都在想要参与 都在埋伏的时候 是一定要去上的 因为社区的热点就是钱 而我们赚的钱99%都是风口钱 所以这个标的 希望各位一定要在下周去保持关注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本期想跟大家去来分享的 这些比特币L2的一些标的 确实目前看起来 比特币的L2还处于比较早期的状态 而且目前看起来是进行 争其斗艳的一些情况 但从目前社区的氛围来看 还没有到极度风貌的点 所以大家也不用对比特币L2 抱有一些恐慌 会觉得会有一波急速暴跌等等 其实最风貌 也是最吸引社区资金的 这些项目像 梅林 B-screen 以及Babylon 这些项目都还没有释放流动性 那么发币可能真的要等到减半之后了 所以等到4月份 我觉得才是整个比特币L2 真正开始爆发 然后开始风貌的一个点 所以我觉得在3月10几号的现在 那么我们去来布局整个Babylon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点 所以是希望你可以去做一下建仓 总之在我个人角度 如果你想做所谓的价值投资 那确实 STX一定是你最好的选择 因为除了STX之外 我今天介绍的所有请注意 是所有的这些比特币的L2 基本上都是在吹自己的技术厉害 或者是没有经历过市场的检验 那只有STX的整个技术是最为成熟的 而且上面也是有一些真正的应用的 所以除了它之外 别的现在都是在聊技术 都在讲概念 都是在通过自己的白皮书 和自己的一些demo 来跟大家去来见面 但是这个STX后续能够涨幅多少 我个人不确定 但STX毫无疑问的是这个赛道的真正龙头 那其他的几个像贝贝弄啊 以及我看好的梅林等等 那么这些是我个人已经参与了质押 但虽然我参与了它的质押 但对于后续的生态 以及整个的技术 后续怎么玩 我也是不是那么放心的 所以虽然它们热度很高 但现在你是无法参与的 你只能通过质押去来做 但梅林的质押 包括B2的质押又很内卷 你抢到的一些概率也不是特别大 OneKite反而是比较好 因为从目前来看 OneKite的一个总体市值只有几千万美金 那么相较于梅林这样的一级市场 都喊到将近10亿美金估值的标的 确实也是便宜不少 但OneKite的一个风险就在于 OneKite的这个项目太会蹭热度了 对吧 今天说做这个 明天说做那个 最终什么都没做 除了发了一个NMP跟发了一个币 所以呢 到底怎么玩 后续大家也可以对此保持一些后续的关注 像Conflex啊 CKB等等 那属于忍者见人智者见智了 但像Tuna我觉得是 这周你只要能抢上是一定能够赚钱的 因为这个LBP应该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呢 在目前的一个热点下 我觉得这个项目应该也不会轻易的跑路 因为这么风猛 你跑路不如你再做两个月 对吧 你做到五月份 你再跑 你的收益可能会更高 所以关于Tuna的LBP 那么也是希望各位312的时候 可以对此保持热烈的一些关注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我对于整个L2生态的一些全面介绍了 那么同理可能会有一些遗漏的 所以你也可以把你觉得比较好的一些比特币L2的这些项目放在我视频评论区里面 大家也可以去共同的进行一些讨论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你有更多享受的 想要的话 你再评论区留言 或者是点赞观众朋友频道 最后 如果你想加入的VIP群 也可以三瓦付费 价格是500美金一年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